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不一样的南亚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一期的经典书摘 实际上帮他介绍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看见南亚 他实际上有谈了五个国家 然后有七个作者 谈了九个专题 但实际上各个非常深入 因为有嫁给孟加拉的一个孟加拉 台湾媳妇 然后有到Mini Board做人道援助的 有在印度找工作的 或在印度留学的等等 这个包裹万象 但是在谈这本书 我们先将我们节目的两位作者 先跟他介绍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陈慕明 陈教授 陈老师你好 王总编好 各位观众好 陈慕明 中芯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兼当代南亚及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解读印度不确定之崛起强权》 和著有《南亚研究新视野》 电影与国际关系等书 印度这边的作者之一的我们蔡百慧 蔡百慧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蔡百慧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政治硕士 曾任中国时报记者 东森新闻云新闻部副主任 2016年代表报导者 赴印度独家专访达赖喇嘛 以及印度人民党秘书长马达哈夫 南亚次大陆 包括巴基斯坦 印度 尼泊尔 孟加拉 与斯里兰卡五个国家 总面积495万平方公里 人口共18亿 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强 西元一千年前 南亚五国 同属于泛印度文化圈 在种族 宗教 种姓制度 等多重因素催化下 形成今日多样且复杂的 南亚文化 学者陈慕明从学术研究切入 观察斯里兰卡印度的内政与国际情势 记者蔡百慧 实地走访在印度开路的台湾企业 描绕与印度人打交道的文化差异和潜规则 嫁入孟加拉的增育会 从个人经验书写孟加拉独特的 饮食与印度文化 金鸣作者 理学者 记者 人妻 志工 社院人士 女性等多元身份和视角 将长期蹲点南亚五国的田野观察体验 整理在《看见南亚》台湾人在亚洲次大陆的发现之旅》一书出版 看见南亚 当然是很大的专题了 但是我觉得要把组织这样的书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尝试 是不是 是啊 我们这本书的起源 应该是2013年到2014年 大概是四年前 因为我个人做南亚研究 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是很孤独的 好像台湾也没有几个人跟我一样 都在跑印度或是南亚国家 可是后来发现跟我一样的人还不少 有一些不管是因为工作 研究 或是其他的原因 就跟南亚结缘的人还不少 我们发现有这样一群人 所以在2013年到2014年 我们就想说能不能把大家的故事写出来 那就开始有这个发想 在2014年的时候 科技部有征求一个计划 那我们就把大家想写的东西 用一个计划的方式把它提出去 就变成这本书的起源 对南亚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晓得很不容易找到 很深入的故事在这里面 但是我想也刚好你这样扣出来 也是变成一个蛮有趣的一个 有人文观察也有商机 但实际上它是因为有五个国家 那你自己上次也来过经典 大家可以去分享过 包括西兰卡的一个故事 但这次你Fox在整个谈印度 印度的本身 它一个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好像我们过去跟台湾的关系 好像是又很好 又有时候又没有特别的密切 这一次败着这个南向政治 我们看到它潜在了人口的一个人口红利 所以对台湾人来讲 它已经变成一个可能的未来的一个伙伴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文中重点放在的智库 这个一般讲的我们的学界 或是更上面到了一个 我们的一个政府界对面的一个结构 先谈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经营跟必要性 来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了解 智库基本上就是 它是学术界跟政府之间的媒介 它会承担一些政府的研究计划 这些智库里面工作的人 本身也跟学界有很常联系 有的也是大学教授 那对我来讲 去印度在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多人 譬如说要问到他 对台湾要什么政策呢 怎么看中国呢 怎么定位自己的角色呢 智库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那我前前后后去过印度的智库也不少 那自己平常写的文章都是有关学术性的 就是我写出我访谈后 研究后的结果 但我从来都没有把我去怎么做访谈 怎么去接触他们 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本书 既然是一个集体创作 大家写一下在南亚的经历 是 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就贡献一篇 专门写我去怎么去接触印度智库 现在智库放在哪里 要跟谁接触的 对 跟印度的学界智库的交往 可以让我们跟台湾彼此更多了解一点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要去研究印度或了解印度 可能有很高的门槛 比如说语言 文化 可是对我来讲 在跟印度的智库接触或交流的过程中 一点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完全 原来就是研究台湾或中国的 所以其实他们也会讲中文 也来过台湾 他也了解我们的做事方式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个 有关台印的这个智库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我反而得到的东西是很多 而且也是可以让台湾的其他的学界 学界的朋友能够参考的 是 实际上我们这是另外来宾的百会 他里面一篇文章非常有趣 叫《与蛇共舞》 那他谈的是他跟印度人 真正的在从事商业合作的 所有的种种的经验 从2009年到现在 那是从刚开始帮英国公司在里面 寻求合作的对象 到现在是跟着台湾公司在做一些 在印度寻求一些合作的对象 所以对印度的一个民族性 跟对印度的真正的商业社会 你有很深的体悟 为什么叫《与蛇共舞》呢 虽然在佛教里面 蛇它的象征 它是比较那种愤怒 称心的象征 但其实我们这边谈蛇 算是比较滑溜 只是狡猾 是 是 是 而且是非常利益导向的 那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又是因为我当时的 这份英国的工作的时候 我不只是要负责印度市场 又负责中国 欧洲 巴西 但是其他市场所有你说 中国人 巴西人 欧洲人 通通都没有这样 其实印度人他非常的唯利是图 大概因为这个市场正在崛起 所以他们觉得 你一个外国公司 就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 要赚你的钱 不管你是带我进入这个市场 要介绍很多人给我认识的印度记者 也想取代我的工作 然后或者是我们合作伙伴的 协会的伙伴也随时想说 他要从本地的NGO 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是 是 是 然后还有那种合作的厂商 直接把女儿的CV pass给我 就是都让我觉得 真的是为了更进一步再往前 前进外国公司都无比的积极 但台湾不是这样 是 听懂 因为我想他们竞争压力也大 这个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国家 因为人口数很大 大来一直想要一飞冲天的机会 也更加更 那个渴望更大 所以对台商如果进到印度这个市场上面 有哪些真的必须要很小心 也要很重视的一个地方 MIGA在哪里 所以MIGA 有些人认为说 因为印度人太狡猾 太复杂 你不用印度人 你镇不住那个场面 是 你没有办法管得动印度人 是 但是也有台商认为说 在听到我们要去采访的时候 是真的很紧张地打电话来 就说 千万不能以印之印 这个地方 印度人只会涂利自己的口袋 他完全不会为你台商公司招强 他对你没有向心力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它各有成功的例子 是 是 就虽然有人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 可是你有没有以印之印的有 台达店去印度 是 是 他们坚持以印之印 而且他们非常的骄傲 一千多个员工里面 只有大概四五个台干 而且总经理就是印度人 所以他们是典型的以印之印 那他们有没有在那边赚大钱 有 他们有三项产品 都是印度市占率最高的 是 是 那如果说 不采取以印之印的策略呢 也有终顶 他们在印度也经营非常地久 非常地成功 最近还拿到 2.4亿美金的大单吧 可以在那边帮他们盖天然气 接手站 所以已经不知道盖第几个了 但他们的主管呢 清颖色全部都是台湾人 是 能不能用台湾人可以镇住那边 就有的公司可以 有的公司又觉得不行 是 这个就是还可以去探讨的地方 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 人口超过13亿居世界第二 拥有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机市场 2017年全球经济体排名第七 许多人对印度的第一印象 是新旧杂成 拥肆混乱 第一次是很强 但是你会被迷惑 很强 就是因为你到达 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能不太想念 下机场 要换柜地 下机场 然后搭乘车 对天的三回 对外国投资客而言 印度充满商机 印度也是不可思议的古老国度 多元的种族 语言 宗教 语文化 让许多人再三造访 印度至今保留了印度教流传九远的 恒河信仰与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将人划分成四个阶级 陀罗门 刹地利 废舍 守陀罗 四个阶级坏 还有被称为不可接触的建民 各阶级职业世袭不能通婚 虽然印度独立之后 宪法规定不得因种姓而受到歧视 但种姓制度深入社会运作与生活中 深深影响印度的社会发展 进到印度你觉得有哪些事情 我们可能有ABC点点的重要点 你要先让他们了解 晓得进入印度这个国家 有些事情我们要重新来 调整一下我们的逻辑跟思维 最简单的ABC就是你要了解 它的种姓制度 是 这个老师也是行家 对 就是很多的台商他们共同的 在我做记者身份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了解到就是 台商通常倾向用台干 那台干你要管理印度的员工 你就要必须了解他们种姓 谁是高种姓 谁是低种姓 那你不能用一个高种 低种姓的经理人来管高种姓的 那你管不动 你所有事情都做不成 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知道他们做事的习惯是什么 你知道他们很喜欢迪累会迟到 所以你给他们 希望他们两个礼拜交给你 你要跟他说 我三天就要 我一个礼拜就要 然后你两个礼拜之后可能就会有 所以你的时间就要往前 对 你要了解他们当地的时间观念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知道 他们非常地利益导向 所以每一件事情 即便是你的部署 你的员工 你都要让他们觉得非常的 做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好处的 他可以具体有奖金的 是 他可以具体有什么样的 利益导向的 是 那他会尽力用力地帮你做 听懂 实际上刚刚从种姓制度 我觉得还是可以谈 因为大家外界总觉得 好像稍微已经平复了 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百慧这边谈到了 这个 在这个种姓制度 在实际上民间 仍然是很严格的存在者 但是我觉得对于学界 他们常常出现很多政治领导人 是处于低种性的 这个到底怎么来看 对 应该这样讲 我对种姓制度的诠释是 它其实是象征出 印度社会是一个阶层性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阶层性的社会 你原来的出身是什么样的环境 你在社会上你有自己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说 它也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展现出来 就是印度教这样 那当然就是说 你去了解它的这种阶层性的社会 你在印度做事会比较容易 像我们台湾这样的环境 我们大家都觉得人要谦虚 不要摆架子 可是在印度有时候 你必须要摆一摆架子 因为你如果说不摆架子太谦虚 人家会觉得你的社会地位很低 那它就不太会跟你打交道 所以在台湾跟在印度 有时候你要调整一下心态 那刚刚您所说的就是说 它虽然是种姓制度 但是它在民主社会 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就是因为民主社会 它是用选票来决定谁能够当选 那你想想看 这个在印度 它一定是低种姓的人比较多 所以低种姓的人 或是某一个种姓的群体 它可以就是 只要集中足够的选票 它就可能选上国会议员 可能去选上省长 甚至可能选上总理 所以其实在印度 这个人物它利用种姓宗教 去操弄选民 然后获取政治利益 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 那印度宪法其实也有规定 就是说像它在大学 或是在这个政府机构里面 它的很多职位 它是按照种姓比例来分配的 也就是说它有 按照它的规定 就是有49%的位置 是要保留给中低阶种姓 所以像大学的职位 譬如说像这个老师 或是政府的公务员 他就会故意保留给这些中低种姓 听懂 对 所以其实可能高种姓 譬如说婆罗门或撒地利 他们可能反而会觉得不公平 就是因为他觉得说 我可能成绩很高 可是我可能就进不了 这个政府单位 那低种姓的人 可能他因为 他有保留的名额 他就可以进入 对 所以这个是印度社会 它特有的现象 是 它为了要保持这个公平 它为了要给低种姓 这个就是更好的机会 它设计出这样的这个制度 在整个印度 我们先在整个的商机上来讲 看起来很大 这个人口红利好像很大 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 也是在于这个基础设施的问题 我想过去在这边 不管是设厂 或者要进去投资 看到这样的问题都是 惊惊对不对 因为电力不足 或是政府的效率 会非常的缓慢 这一块你们应该经历过很多 是不是 有 这个只要去过印度的 蛮长去的都体会蛮深刻的 是 我第一次去2009年的时候 其实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你夏天用电的高风季 就会常常跳电 是 那我2009年第一次去印象很深刻 是我经历得理的冬天 冬天非常的冷 大概是零度 我心想说 怎么这么冷 然后又没有central heating 没有室内空调 怎么办呢 我想说我来去买个小暖气好了 这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我就要用钱解决 结果买了一个暖气回家以后 发现不行 没电 因为你插上去以后 就整栋楼会跳电 所以你那个 热气是不可以用的 然后我最后觉得很崩溃 想说那我要去送人好了 这样 然后又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呢 那你不要说这种小的 电力的基础建设这样 听说是他们总理 现在莫迪非常想要解决问题 然后我有 当时也常常跑梦买 那一个local梦买朋友 就跟我说 你会每次在我经过 那个高速工作的时候 你看这个桥 你看这个桥 他已经盖十年了 都不会盖好 我说为什么 贪污啊 所以他们很多基础建设 就是因为贪污 他这个工程永远一直盖 一直delay 钱一直砸 砸进去 他就永远不会做好 虽然印度被称为 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但是在这个法治的概念上 虽然他们很有 法治概念理论上要比较足 但是后面在玩法的情况 更利 反正以他们悠久的例子上来讲 好像更加轻救手 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个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就是说 印度因为它的效率不高 可能是因为就是它的官僚 就是印度的官僚体制 它本身有很大的权利 它薪水不高 所以它就必须要用很多 业外的收入来养活自己 是 它是一个比较整个结构性的 就是说 其实一个公务员 他可能他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 他可能要养很多 亲戚朋友的小孩 照顾大家 所以他会有一种比较 他会用他的权利去 想办法得到一些更多的利益 那这个部分 其实印度人自己也知道 也批评 所以你会看到 印度的每一任 每一次大的选举 政治人物都讲说 我一定要打击贪污 我一定要终结贪腐 那这些事情其实也成熟不穷 就是说印度会变成 一般我们在学界会讲说 民主政治 它可以有效地减少贪腐 可是印度的例子好像是 民主政治它用某种方式 跟传统的贪污的结构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另一方面 关于刚刚百会所讲的 这个基础建设 我认为印度还是有进步 如果我从第一次去印度 到现在再去 这十几年 你会看到它的基础建设 确实有在进步 那当然就是像什么高速公路 或是这个什么地铁 盖很久都没有盖好 这个还是存在 可是印度它在这十几年来 它所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 它政府其实真的也还蛮有钱 就是说它的经济成长这么快 百分之七以上 它也有足够的资源 能够去做更多的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会看到 现在印度它在这个 譬如说像Smart City 这一类大的计划里面 它愿意投注更多的钱 那它所彰显出来的这个潜力 是巨大无穷 是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百会 即使印度有那么奇怪的一个结构 跟我们被搬国家不一样的时候 但是你还是很享受 我看你去了好多趟 是印度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让你会又爱又恨的那种国家 是 会恨的地方我就不用讲 什么基础建设 跟那个污染有多严重这样 但是它的人非常的特殊 是 虽然你跟它相处 你的挑战性很大 是 可是你回台湾你觉得很暴力 因为每个人都温良公俭这样 就真的很无聊 你去印度的话 你觉得那边有一种文化刺激 非常地棒 是 而且我喜欢那边的音乐 跟它的人情 是 就是可能会抢我的也是有 可是会无条件招待我去他家 坐下来喝茶 是 然后一直要招待我吃饭 这种很丰富的人情味也是会有 是 那我想你去更多吃吧 听说你印度已经去了 对 三 四十次 已经都 现在已经都不用去算 当然这是你的谋生知道了 但是一定 我觉得印度本身一定有某个地方 非常吸引你的地方 对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印度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 是 你每次打开这一页 你看的东西都跟你看别页 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它的东西太丰富了 文化 宗教 历史 各个方面都太丰富了 是 我每次去印度我都会看到一些 过去看不到的东西 是 然后它又可以连接到它的宗教 它的历史 它的文化 那我会觉得对台湾来讲就是 就是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因为台湾社会同质性比较高 那我们去看这样的印度社会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 我们平常得不到的知识 那所以要去 比如说要去印度做生意 要去印度旅行 我觉得这都是bonus 就是说你除了只是去那个地方 或赚钱或旅行之外 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是远远 比你想象的还要来到丰富 是 实际上我对这个发现南亚 实际上对过去来讲 我们着力真的太少 过去的一个经验上来讲 对很多的在台湾立场上 印度可能是一个宗教的元乡 但是我想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在看印度 它是看跟台湾未来有关系的 一个有可怕 一个是市场之所在 一个是如果那两方面 有一个很好的link的时候 我想都是一个 对台湾的永续生命来讲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陈教授 也谢谢我们百会 欢迎下同一时间 去收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6月号建筑台湾 921地震 一系碎城断壁残骸的校舍 在重建时 除了着重安全与内政外 更结合新校园运动 成功让校园建筑 从废石中翻准出新阳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